怎么又到了狗老师采访狗老师的时候 这个精彩时刻又来了 孟天仓您是正儿八经里面的东西是见过的 或者说参与过的 参与过他的设计 咱们西红大这边主要参与孟天仓 参与的一些什么工作 实际上现在孟天仓的 就这次要发射孟天仓这个状态 跟最初我们在介绍设计的时候 这个技术状态肯定也是有变化 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 怎么看怎么都像和平号 多少是受到和平号的影响 因为咱们的这个方案 当时想建一个中等规模的空间站 在方案上肯定是会靠近和平号会多一些 你像现在咱们的核心舱 其实就非常简洁 就大株端小株端 然后小株端是我们的这个生活区 最早我们在小株端布置的全部是机柜 这个是有点参考老美的这个方案 所以细心的朋友可能也发现 因为这个在核心舱里边 我们的这个航天员 机柜是6人 顺着 我们是卧室的 但是你到了这个问天舱 它就成了立式了 道理非常简单 位置变了 你在大株端你就能立着 立着有好处省地方 但是航天员这种 它在休息时候体验不对 毕竟跟地球上的这种感觉 我们还是习惯于躺着睡 虽然说在太空里面 你横着握着 斜着 拳着 咋都可以 飘来飘去都可以 但是感觉不好 但是感觉是指着走进去 其实我发现咱们的空间站跟 比如和平号或者跟国际空间站有点区别 就是咱们其实是分上下的 对 咱们分上下 对 咱们其实分上下 咱们非常强调这个 对 就是宇航员在里面 航天员在里面不能乱 不能乱 咱们其实最早的 包括地板按道理都是有设备 有机柜的 有上下 因为实际上你这四个面应该都可以布置 都可以布置 但现在你能看到的 我们就布置在两侧 就是把天地严格的留出来 严格的分开 而且地实际上是最重要的 地比天还重要 地是要踩 是家乡的方向 是家人的方向 所以地实际相限 对 我们这个也是空间站建设 一开始我们就觉得特别有浪漫主义情怀 特别有浪漫主义色彩 它跟其他的不太一样 我们还是希望航天员能够有 踏踏实实的睡在床板上的感觉 在床板上面都有束缚带 睡带 它背部实际上是有这种支撑力的 有这种依托的 这样它睡的肯定会相对来讲 比较会比较舒服一点 对 这个确实是 厕所是谁干的 厕所早期方案设计是我们跟五院做的 后来这个是七院 我们在成都还帮着七院 一块搭了一个1比1的演示验证舱 人进去要感受一下 是哪里 狗老师就是天宫空间站装销包工头 那不敢 咱们天宫空间站的研制动用了全国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的力量 其实主体还是人家航天院所 比较自豪的是我们做的东西是直接上天的 而且直接跟航天员有关的 当时五院的合作房主任设计师 给我们讲 哎 狗老师 你们应该感到很骄傲 我说咋了 高校参与的东西很少上天 是 很少上天 这里边有个安全性可口性 还有个责任的问题 对 那我们赶上这样一个好的机会